《新年拜颤最吉祥》 不但能灭罪削迁 更能增长福惠 并以拜颤功德 祈求世界和平 国运昌隆 人人安乐自在 《新年三四》的范拜 悠扬和雅 范音缭绕 宛如天籁 还有庄严的颤谈 慈悲的佛像 让人犹如至身极乐世界一般 更能发起至诚心理颤 因此大家一致赞誉 灵言拜颤最殊胜 开山主上庙夏连老和尚 称赞梁皇宝颤是颤中之王 在清静颤谈里 善男信女齐聚一堂 一心尽礼万德鸿鸣 祈求诸佛菩萨慈恩加倍 夜霄至朗 福慧原成 梁皇宝颤 此早优美 因果昭然 离颤时令人发自内心 致诚痛哭流涕 求哀忏悔 拜颤开启般若会 能转鱼痴幽暗为大智慧光明藏 梁皇法会九日之中 除了诵经礼颤 并且日日佛前大贡 又是求福陪会的一大佛事 首先由主法和尚碾香祈福 肯倒天下永太平 所有参加拜颤的信众 也都依次到佛前碾香 祈求身安到龙 精进不退 到夜早晨 至臣上供十方佛 中奉诸圣贤 夏季六道品 等诗无差别 随愿皆饱满 三得六位供佛法僧 法界有情 普同共样 大众恭敬合掌 虔诚唱诵 表达内心对佛菩萨无尽的礼赞及供养 唯愿一切众生 皆能获得佛陀无上的智慧宝藏 造成佛道 我们过去无知所造的这些罪业 假如我们在拜颤当中没有颤除清净 那么这些业种子还在 那么我们要谨慎 就是说这些恶业的种子 如果你在一个清净的环境 没有恶因缘 那么虽然有这些恶业的种子 但是它不会结果的 它不会感召恶报的 因为友因没有缘 它不会结果 所以各位在道场 在山上几天 你待几天 你就可以很安心的住几天 为什么呢 你没有恶缘 但回到城导当中 你就要注意 不要随着恶缘而沉迷 不要随波逐流 这样子呢 还是很危险 那么不论是 我们今天 待会儿 你们要回府的 那我就恭送你们诸位了 还有你们继续留下来 要用功的诸位联佑 大家好好的自修 好好的利他 那不论是自修利他都好 如等所行皆是菩萨道 见次修行皆当成佛 那么祝福大家 同身西方早晨佛道 好好好的 八物 conn四心 真真祖 这些东西 好好的 中一个 CE Prize 第一 coffee span 好好的